今天给大家选了一篇文章 很适合于老年人去听 很有教育意义 这其中谈到了很多 关于老年人日常生活的 价值观的问题 也许很多老年人 都犯过这样的问题和错误 听过之后呢 您如果觉得非常好 值得收藏 就赶快地收藏起来 并且转发给更多的老年人 让他们都听一听 好 今天的文章题目是 算账 我们一起来听 老于住院 女儿买了几斤猕猴桃来看她 老于一见就讲 好贵呀 女儿听烦了 给她算了一笔账 每天住院护工费 药费 检查费 足够吃一百斤猕猴桃的了 老人外出首选乘公交 打出租车是割肉一样的疼 没想到一个闪失崴了脚 汉部120急救车 起码要一百五十元 足够乘好几次出租车的了 人老胃口小 家里常有剩菜剩饭 舍不得扔 第二天热了再吃 没想到吃过以后 上吐下泻几番折腾 但是医药费 来回的车费 购买半个月的新鲜鱼肉淡菜的了 人老腿脚先老 所以要有一双跟脚的鞋 一天 因为一双超级服役的鞋 摔坏了骨骨 到医院开刀 换上了几万元的进口钢板 想想这几万元 购买多少双高档鞋的 冬夏两季 在家的老人不舍得开空调 热出病 冷出病的并不少见 叫120送医院 留院观察住院治疗 孩子请假扣工资 这些费用加起来会有多少呢 省下空调去住院 装冷暖空调做什么呢 说白了 我们犯的是省小钱花大钱的糊涂错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除了白吃 人人都会算账 问题在于怎么算 算清了没有 善待自己 说说容易 做到的又有几个呢 余生该怎么过 没有来日 只有今日 愿所有的老年朋友们 想透些 看开些 健康快乐的 活好每一天 这才是硬道理 听到这里呢 相信很多朋友 才如梦初醒 彻底明白了一下几点 第一点 你对自己的健康一毛不拔 医院会帮你拔得一毛不胜 第二点 人不可以把钱带进棺材 但钱可能把人带进棺材 三 高官不如高知 高知不如高心 高心不如高寿 高寿不如高性 四 不怕待遇低 就怕命归西 不怕挣钱少 就怕走得早 留得青山仔 不怕煤柴少 五 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做个长寿老人 才是最大的幸福 怎么样 今天这篇文章 是不是很有道理 咱们不要光懂得 关键一定要做到 否则 你犯傻的后果是 百分百都划不来的 咱们不要光耳掩不来的 applying 匀 标准